加油站是意图,非新闻当事人,报戏资料照,分享,便相加大网友,一名男子习车去加油站,比出五的手势,站员问是否要加五十元,他不回答,最后只愿意付五元,让加油站站员自己默默贴钱,上网抱怨这客人感觉很故意。 一名加油站小妹在抱怨公社PO文,他日前遇到一名男客人骑走五十C,C,的机车来加九十二无千汽油,并且比出五的手势,小妹问他是不是加五十元,对方没反应,当加到三十九元时邮箱已满,对方才说他只是要加五元。 小妹当时整个脸都夸了,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故意的,因为男子加油过程中全程都盯着邮表,直到加满才说只要加五元,小妹表示虽然生气,但也不想为了几十元劳动警察,最后也没跟他收差额,自己倒贴了三十四元。 他哀怨的PO文说,正常人不会去加油站只加五块吧,除非只是要赚发票,或者刚好贷不够钱,其实我也有错,不该没等到他正面回复我就加油了,会继续教训,但还是很不爽啊。 网友表示,感觉就是故意坑人的,这种几十元也要骗的人生真可悲,应该公布男子照片给全台加油站,建议加油站买个抽油机,不应该纵容,音调监视器给他教训,加五元根本考验加油站员的技术啊。 小伙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